陳委員長 委員長 今天我看到你的報告 可以說在有限的人力跟財力 能夠有這麼多的績效 表示高度的肯定 我想這裡面的報告 我們整個來講的話 財商在70個國家 182個地區有設置 請問一下我們整個全世界來講 我們還有多少國家需要 應該要設置這些所謂的商會 或者是我們僑務單位應該要設點的 還有沒有遺漏的地方 有遺漏的地方當然是有 但是有一些地方台商分散太分散了 它沒辦法常常開會 它就形成不了台商會 另外就是台商的數量不夠 或是僑民的人數不多 我們就不可能派僑務人員 我想這部分全球 我們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既然我們是全球的佈局 我們任何一個地區 我們都不能夠忽略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派人 但是我們要有拉管 我們不能夠失控 對於這些所有的力量 如何能夠劃靈為整的能夠為我所用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我想我們僑委會每一個年度 我們的年度有沒有一個年度的計劃 跟我們國家的失重的目標 重大的政策能夠相結合 當我們重大的政策做調整的時候 或者是新增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運用我們僑委會的組織 一個有計劃的組織 有經驗的組織 能夠迅速的變成一個可行的計劃 能夠讓我們所有的台商會 或者是我們的僑胞的組織 能夠在那邊落實生根 真正達到我們所依需期望的目標 我們有沒有這樣做 我想我們現在目前當前最重要的幾個 重大的經驗的計劃 當然是第一個就是加入TPP跟RCEP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透過台商系統 要求全球的台商 大家來支持台灣加入TPP跟RCEP 第二個部分就是對於重大的經驗計劃 包括台灣航空城 以及我們自由經濟失望區的設置 我們也把它設置的一些內容 要告訴台商 歡迎他們有意願的話 回國來投資我們自由經濟失望區 或是桃園航空城 這部分我們都在跟台商做宣導 我想這一部分 本期希望我們就是怎麼樣具體化 因為我們也要曉得全球其實 就以你現在來講 70個國家180個地區 你不可能用等比重力來去推動 我們必然是有情有重 那哪些東西 所謂的RCEP 或者TPP相關的這些國家 它的所在地區的這些喬社 我們怎麼樣能夠集中我們的力量 使這些喬社團隊 能夠真正的符合我們國家的目標 有計劃的去推動 然後我們是不是年度 或者是半年 甚至於每一季 我們去加一個檢討 有沒有跟外交單位 可以做一個重疊結合的 你比如說我們今天的國家目標 我們是希望能夠在今年底 或者是明年我們能夠跟美國 在TPP達成 那我們美國有這麼多的喬團 有這麼多的喬社 有這麼多的台商組織 換句話說 這是我們全球最大的一個地方 那怎麼樣給它具體化 如果說我們僅僅是一紙的公文下去 他們的感覺只是一個例行公司而已 沒有具體化 同時我們又沒有一些鼓勵的作為 使它能夠 我這些 它努力了 我們很快的可以讓我們全國的同胞了解 某某地區 某某台商 發揮它的影響力 對我們國家的經貿 產生了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擴大它的一個表揚 我想這些東西怎麼樣讓它有感 一方面要讓我們國內的老百姓有感 一方面要讓出力的人 他也受到表演有感 這樣子這個有感的狀況之下 他才有這個意願 否則的話 你僅僅是一直公文下去 無感了 我們也無感 他也無感 你比如說 現在大家馬來西亞 這個我們也了解 它有很多的陽性的這種台商 他們很有作為 那有幾個人知道 像我們到過馬來西亞 我才知道 某人不做 但是我們沒有吸過 不知道它的貢獻 同時我們也不知道 它對金門縣 金門的一個貢獻 我們都不知道 那這樣狀況之下的話 它僅僅是一個狹隘的 一個點的 一個努力 缺乏了一個整體的 對國家的認同 我想這個是很可惜的 不知道我們 小委會在這方面 要不要下去 努力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也感覺到說 要一個整體的力量 對於我們國家政策推展 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在這一次 在洛杉磯開這個世界台商總會 理監事會的時候 有一個中午 我就約了楊總會長 以及我們六週的總會長 就是他們的所謂的副總會長 我們在一起在一個企業家家裡用餐的時候 那我們那個中午 就在大家在溝通說 如何幫忙台灣加入TPP跟RCEP 那麼他們幾位總會長都有提出很多的看法 最後得到一個最重要的結論 就是認為說 我們要結合全球台商的力量 我們利用今年八月初 要去拜訪白宮 那麼這個拜訪白宮 是透過楊信總會長的一個安排 那他經過他在美國在政界的一個影響力 以及他在政界的一些友人 他們希望能夠到白宮 轉達這個訊息 希望說全球的台商的總會 各個總會長 那麼以及美國的楊信 他是全世界的總會長 他們一起要求美國政府 支持我們台灣加入TPP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行動 我們跟他之間在討論如何 來醞釀這件事 來從事這件事情 我們跟他之間是完全溝通無礙的 那另外一個例子 我也可以來這邊做一個說明 那譬如說 橋商腳要回國來投資的時候 來加入我們的重大經驗計畫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採取專案管理的方式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南非有一個台商 他很願意說 回國來投資有關於農產品加工 那這個加工農產品 他運到穆斯林市場 那這個部分呢 剛好符合我們的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一個作為 而且他要開拓這個穆斯林市場 也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作為 就是對於新興市場的推動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要求我們橋商處 採取專案管理的方式 我們一點一滴包括到經濟部溝通 包括到縣市政府溝通 包括要準備去找地 我們都陪著他 我們希望把這些 他的投資的障礙盡量減到最低 然後之後呢 能夠讓他很快的回來投資 那在這邊建廠來推銷 再增加輸出到這些穆斯林國家去 我想這個部分也是 我們現在目前正在 積極在推動的一個工作之一 本市非常肯定 剛才委員長的這個說明 我想對於美國也好 對於南非也好 對於其他國家也好 我們應該有計劃性的作為 所謂計劃性的 我們是對人 它是對事 它是對每一個工作 我想怎麼樣能夠 發揮我們統合的力量 我想這是我們現在跟今後 應該要去努力的目標 我想服務的性質 我們怎麼樣服務 我想這個委員長非常清楚 服務是我幫你 不是你來求我 在你需要的時間 需要的地點 需要的方式 最痛苦的時候 能夠首先想到的是僑委會 那你這個工作就有意義了 如果說是在最需要的時候 他去找了別人了 或者找了在地國 根本沒有理你 他老經理員沒有僑委會 沒有中華民國 那我們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費 是的 我想這些工作 可能要我們 怎麼樣能夠所謂有感 所謂感知要感動 讓他願意心甘情願地 出錢出力出時間 來幫助我們所需要達到的目標 這才是我們應該努力 我想這一點 特別願意跟我們僑委會 一起來努力 好的 我們怎麼樣能夠 我常常 我在代兵的時候 常常講畫民力為我力 那我們怎麼樣畫僑力為我力 能夠講這個我力 變成有計畫的一個經濟的競爭力 這才是我們應該努力的目標 否則的話我們一切的努力都會白費 所以我想這一段時間我們也了解 喬委會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很遺憾的我們在媒體上面沒有正面的看到比較少 反倒是反服貿的看的比較多 我們是不是應該在某些方面我們還有強化的空間 請問問委員長 我想我們抛開這個福茂的爭議 我們整個大方向是希望台灣一定要加入TPP跟RCEP 所以我們現在輕全力是在做這一部分 因為我覺得福茂的爭議要由立法院大院這邊來做一個解決 但是對於TPP跟RCEP的宣導跟在當地的使力用力 這個部分是我們目前要積極要做的 所以我們幾乎把全部的行李再投資在這邊 至於我想在海外的這些報導 因為現在資訊非常流通 海外也接收到很多資訊 我們也透過我們的工作人員 把這些資訊提供給大家海外的僑胞 自己做一個獨立判斷的思考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大方向是最重要的 我們台灣一定要加入TPP跟RCEP 因為基本上來講台灣生存的就是經貿 如果我們走不出去 那就生存都有問題 那其他的都是努力都是白費 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不求人 那當然你可以獨立生存沒有問題 那今天來講 全世界的國家都是在講經貿 如果說我們這方面走不出去 那你什麼都不要提了 所以這方面我們希望大家很客觀的 能夠為了國家的未來 能夠一起努力打拼 最後一個問題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在前面幾次我們都提到 所謂我們有關僑生或者是這個僑青 他們能夠回國能夠讀書 而且將來能夠投入到軍力生涯呢 不知道最近我們國防部跟這個僑委會 有沒有在這方面去努力 因為我們知道國防部大概這個月 他們會研究出來一個所謂募兵制的占行條例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這方面 跟我們僑委會竊取聯繫過 國防部那邊最新的版本我們還沒看到 不過我跟委員報告 我329到太北去 那麼我到太北去的時候 在青來跟青脈舉辦了兩場座談會 那我都跟那個當地的校長跟老師跟當地的僑僑人士 把這個陳委員您的意思 把委員您的意思也跟他們做一個說明 我們希望說有一天 太北的孩子有可能回來服兵役 但是中間呢最主要的關鍵呢 就是他要回來念高職念大學 然後之後呢他要取得規劃我們 然後取得國籍然後他就可以服兵役 我想這條路我們告訴他一個願景 那這個部分在這個願景底下有一些行政作為 或是有一些這個法令要做修正的部分 那我們會跟國防部再做一個討論 但是至於說願景部分 我們是告訴他們說 希望你回來開始從高中開始念起 高中大學那念了七年以後 我相信他已經是一個典型的台灣人了 那時候他來留下來做居留 然後居留過一段時間以後入籍 這個部分是一個一連貫的動作 那這樣一連貫的動作成功的話 我相信才有辦法讓他們服兵役 我想這個有待我們後續繼續努力 我們希望能夠真正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跟目標 謝謝 謝謝委員 接著請江啟成功